水跟火齁 不可能在旁邊太近 我們這完全是符合這個 風水好不好 記得超迷信喔 要跟大家說個清楚 這是想要送給我的 他說這是我的秘密區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兔兔的頻道 我是兔兔 狼 我們家屋啦 好開心喔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來的照顧是來的空空的 然後我們因為 對於一些家裡有一些想要完成的夢 想要裝房 所以想說趁著這個機會 帶大家來打碗一下空 我們到時候 我們的新家中的完成 這樣是超級美的 為了避免你們任務區 我們的樣子就是 也帶大家一起來 打碗一下這樣 這裡是整個家 很非常重要的地方 這是 玄關 玄關怎麼樣 納氣 你們知道很多房子 現在都沒有玄關嗎 所以我非常重視的就是 要有玄關 這玄關 那是夠大 可以 115公分 我現在也知道這裡做我身高 好不好 所以這裡就是 不會見到爐火 這非常正確的一個玄關位 然後在後方 那一看這個鏡子 之後我們會把它改掉 那其實後面咧 欸 那個銀色的有把手 上面銀色的有把手麻煩 喔 Anyway 反正呢就是 它裡面就是 有一個 修納的空間 以前我都把它做成軌體 可是我們就是 手沒有那麼長 太深了 我們有點難去拿東西 所以我們之後就把這裡做成一個 小小的儲藏室 就是這樣 來 我們去下一個區域 走 Follow 兔兔 對 滿重的 這就是我們的客廳 其實這個客廳 它其實有一個 它在製作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 放餐桌 然後跟 放沙發 配置的地方 可是我們考慮到我們兩個的 生活習慣 其實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兩個其實 他會 看電視 然後 還有加在程度的關係 所以我們打算直接把沙發 直接拿掉 之後就會有一個那個 長型的 大餐桌 對 我們就拿掉那個東西 然後讓空間開起來比較大 不然就是放滿家具區 空間會非常的小 非常的幼稚 廚房 我身為一個職業家庭主子 廚房燉了幾分分鐘 是靈魂 靈魂啦 我們看一下你的靈魂之處 這裡有個吧檯 這裡有個吧檯 WOW 上面有個碗位 WOW 這邊 我要設個五顆卡 我們還有一個 手煙機 安全物 的那個 廚具 有沒有 建商復活 建商復活 講那麼 好像那個 欸來講一下風水 水跟火 不能在旁邊太近 我們這完全是符合這個 風水好不好 建商迷信喔 建商真的真的很關注風水 那重點是你看 那個吧檯 我夢想中 大家都想要有個中島 有個吧檯 是 然後呢 你們看到這邊 是 大家會發現 我下面有什麼地方可以收納 我的店 其實我的 鍋子啊 我的咖啡機 我的果汁機啊 如果要養家火火的氣 巨出的鍋子 不知道可以收下面 這邊 就是弄成一個收納櫃的地方 那因為這邊如果收納櫃做出來 這個吧檯感覺就有點 不妙 有沒有 所以我們應該會稍微改短一點點 我覺得想要丟出那個走道 這走道只要夠寬敞啊 感覺視覺上就不會太壓力 很滿意 很滿意 家庭主婦非常滿意 對對對 還有還有還有 還有家庭主婦 主婦 家庭主婦第二個靈魂的地方 來 上衣服也是你的重要工作之一啊 欸欸狗 你 這裡好髒喔 我還沒少啦 我眼 不是 不是你 你不要進來 謝謝 好這裡 這裡就是我的後陽台 我如果有兩台我會放那個洗衣機 然後我可能會放第二台就是洗脫口 因為我喜歡直立式洗衣機 這必須要說就是我很老胎一點 可是我覺得直立式洗衣機可以浸泡一點 然後我覺得衫衣感 電動也是可以降下來的 這我一定要再就是包一下這個金箱 你看它那個天花板做的多漂亮 有木紋 然後這個地板做的很漂亮 這是原本就配的喔 這不是前屋主去裝的喔 是建造用的就有附的 是標配喔 是值得歐露一下 非常多人陽台都隨便做的 然後我們前陽台也是一樣的規格 就是上面有木條 然後地板有就是木紋的塑膠片 你在興奮什麼啊 薛小腕 那很喜歡這個家你知道嗎 那麼喜歡這個家啊 反開家也知道 那麼喜歡這個家 對啊 他臉都沒打蛋 他喜歡這個家 來 這就是我們的書房 然後 這一間其實是進行改造 算是蠻大的區域 因為我們想要把這一面牆做一些調整 就是會跟外面客廳是可以流通一下 就是把這一面牆打掉一個門 然後做一個折門 然後這一間會拆比較多東西 就是這些東西都會拆掉 可是我們拆掉之後其實也不會做 不會做系統家具 就是拆掉然後天地可以完成就OK 所以我們想要買現成的那個家具房間 我覺得這樣會非常的有Style 欸等一下 這間房子小房子出來送給我的 所以在這個影片裡面一定要跟大家說個清楚 這間房子送給我的 他說這是我的秘密區域 這是我想事情的地方 你可以完全獨佔這間房間 你可以辦公 可以就是 看你想邀請誰跟你一起到這一間都可以 在背包 之類的 萬水你把握一下你最後來這裡的 好不好 基本就是不會被邀請的那一位 好 下一間 來給大家看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 是我們的小孩房 第二隻小孩的小孩房 在他來之前之間會被我們改造成一個娛樂室 我們其實還是有沙發的 只是我們沙發不會放在客廳 我們就會放在這裡 對 然後可能我們的投影機啊 然後我們的switch啊 我們就會在那邊 就是 追劇啊 娛樂 或是幹嘛的 然後這邊的窗戶後面就是 後陽台 嗯哼 所以我們每一間房間都有床屋 每一間廁所有座外床 我們房子的每一面都有床屋 超舒服的 反正就是這個沙發就是 到時候 第一隻小孩如果出來都長大了 做久了沙發也差不多壞了 就可以丟掉了 這是我們的想法 就是這間的東西最後都還是 有捨去的可能性 對 霧盡其用 跟大家介紹一下廁所 就是一個客浴廁所啊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廁所 然後我們 反正洗澡也不會在這間 我們會在主播室洗 所以這間就是如果朋友有來啊 可以上廁所的這邊 來 這間 第一位小孩的小孩房 趕快來 來 有沒有發現大很多 對啊 怎麼有這種偏心的感覺 對 我們就是偏心好不好 資源 沒辦法就是誰來誰先搶啊 這世界就是這麼現實的 我們會給一樣的愛 我們盡量好不好 好 這間 房間蠻大的 然後也是一樣有睡外窗 到時候也是做天地壁就OK了 就是改一下整體的風格要一致 啊 我們主播有個超級大的窗戶 因為會看到外面 所以我趕快拉起來 好 然後主播的人會看到 就是前五組就是 有一件事情跟我們非常非常的一致 就是他們也不喜歡做系統家具 他們家完全沒有系統家具 對 然後所以我們這邊唯一會做的就是 衣櫃 我們系統家具真的做很少 我們不喜歡系統家具 但是因為衣櫃這種東西就是要 我們說比較實用性的東西就是會做 沒有我覺得衣櫃最主要會做的是因為 很難買到符合 衣櫃頂部會積灰塵 所以說基本上就是做頂天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還是衣櫃部分會去做 因為你看有時候加就是每一個房子 都會有這種 涼啊 這種就是缺一腳的地方 也不是說頂天衣櫃不好處理 可是就是這個腳很難處理齁 所以直接那種客製保 我覺得是比較簡單的事情握啦 好來 主播的廁所 可以大家介紹一下 來喔 我們有浴缸了 好棒喔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終於可以明白浴缸的 存在的必要性 對啊 就是會冷 你知道很容易冷 有時候會開始想泡澡 年輕人都不這樣覺得 老兒之後開始會想泡澡 然後我們的浴室就這樣 乾脂分離 然後 滑桶 我覺得非常的完美 Tuba喜歡我們的新家嗎 喜歡 拿去吃一下五張巨蠢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期待 就是裝潢弄好搬進來的那一天 我也是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裝潢 然後 以及就是搬進來之後 整體的風格的改變 好啦 那我們今天空屋的開箱就到這邊 我期待之後的裝潢 然後以及我們真正搬進來的時候 然後 我們自己的家具跟整個裝潢的風格 要怎麼融入 覺得很期待 我們真的很期待的 其實我們已經跟賽律師先討論出一個版本 那個版本已經足夠讓我們可以 就是每天都在幻想 對 活在幻想的世界裡 然後期待它最後成真的那一刻 到時候再跟大家仔細來介紹 這樣我們的裝潢很厲害的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投稿說掰掰 萬歲說掰掰 他走掉欸 坐好了喔你 對啊 你剛才忙這些就是為了坐在這裡啊 對啊 你呢 我每次到了一個新家之後 都覺得我們家可以騎腳踏車 衝到一個不行 萬歲也可以這樣 這家有盡情的奔跑啊對不對 萬歲來上來 上來 要不要上來 唉真刮真可愛 可愛死了 你們兩個好可愛 都是我的寶貝 嘿嘿嘿 對喔